另外,众馆处为了提升推动智慧观光和网路技术 今年在花莲的6013及赤克山两处知名的金针花山 设置完成高解析镜头及时影像 民众只要一键上网,除了美景随时看 游客更可以透过直播了解及时花矿和天后 以利游客规划游程 花莲纵古南段6013的三间花海 细照或者无影星空 透过观光局花龙众馆处设置的6013 4K即时影像 以4K超高画质及270度环景角度来回寻意的高解析镜头 现场live直播送到您眼前 最主要也是让游客能够了解到这两个地方开花的状况 因为我们会受到有些自寻安全的影响 所以都会比较特别是想作用是台湾制的 所以不会太高 最主要都是平宽的解决 再加上就只有摄影 那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上也会看到说 到底是谁来浏览 也有我们国内国外 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后面旅游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做未来规划的使用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延烧 也冲击民众身心灵健康 透过现场live直播放送花东纵谷云海星空 不仅相当疗愈疏压 观光局花东纵管处长郭振林指出 最主要要让游客可以透过直播 了解及时花矿及当地天候 一例游客规划游城 根据众管处统计自2021年1月起 赤柯山、鲤鱼潭、陆野高台三处及时影像 已累计超过百万的观看次数 其中约有20%为国外人士点阅 现在游客旅行模式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下 也大幅改变 智慧观光与网路科技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因此观光局花东纵管处 即花莲鲤鱼潭及台东陆野高台后 今年也在花莲的六十丹山及赤柯山 这两座知名的金针花山设置完成 及时影像高解析信头 不仅便利游客规划游城 更将台湾之美推向国际 为疫后观光朝前部署 吸引国际旅客来造访花东纵谷的好山好水 记者是日蓝综合报道 还会用 flatteryo 赞金是远克土里 Pick нравится